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爱养花的人 今天又是星期天,答应华友们捡绿营这个枝条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做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绿营长得有多高 三米高应该足足的,这个枝条有些也长得很粗了 可能也有两公分了 然后我们今天说是把这个绿营修剪下来 然后再把牵插的铜鞍红小苗 就是分享给一些花友 这个不好捡 花友们,这个枝条我剪下了一些 那边太阳太大了,我们拿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绿营,绿叶樱花 这个品种 然后枝条我们有错有细 最粗的我看有一公分 差不多两公分,这个就很粗了 比我大拇指还要粗,也要细一点的 尽量做到每个人两根吧 应该是差不多 全部被那个藤缠到一起了,不好捡 这个上面都是刺 我会把这些大刺给它修剪掉 这些大的叶子 三角梅这个牵插 不用管它这个叶子啊 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刺啊 这样 刺是这样朝上 但是它这个尖是朝下的 它说我们牵插 不过这个上下好像也不用封 都能牵插成活 还有就是后面这个红阿红 这个是我们牵插的小苗 这个牵插的小苗给华人们搞两颗 就是说主要是怕这个快递超重啊 所以说尽量每个人能做到两颗 如果做不到也没办法 这个瓶种也是青花瓶种啊 现在颜色排得有点正啊 温度有点低 然后我们把一颗出来给华人们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给华人们 我们送给华人们的苗是多大的啊 基本上都是在两公分的 小的我也都没有牵插啊 基本上在两公分也有一公分多的啊 就是这样我们用这个沙子牵插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根系是没办法再砸下去了 根系非常发达啊 我们要打包也只能说扳开 然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住 上面的话这么长的纸条肯定是不行 我全部要修剪掉 也没这么长的纸箱给大家去装 所以说这个一个快递费用也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有些华人要求高的我也就不多讲了 没办法 像我们这种苗情的话 我觉得拿回去大家也是很好养的 因为这个全是在室外我们露天 牵插在这里的这些苗啊 细的也就是像这个比较细 这个烂掉了 这个梅森根好像烂掉了 但是好像还没挂啊 这边这个我们聚一下 还可以重新再查 啊里面这么多 我就快一点 晨太阳现在还不是很大 我们赶快给花友们把这个事情做一下 这次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确实也是挺麻烦 然后每次做一个视频出去呢就有些花友他会来问 上次我们送的这条有些花友问 还是上一次的事情 然后这次可能会又有花友一些问 我把这个视频发出去是告诉花友们 这个事情我是真的做了 我不想有些人说三道四的 说我只会答应别人没有做 这个事情我们是告诉花友们做了 但是有些花友看到以后啊 他还会来问你啊 就是假如说没有 我拿到这些小苗的话也会来问 问的话可能说会告诉你没有了 你也不要再也许是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没有 他没有一个循环就是一直能这样下去 因为这个千叉 生长都是需要时间的 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啊好了 今天视频我们就拍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